大家好 我是麦总 今天我在温州越青青江镇啊 来吃一碗温州最土豪的三鲜面 海鲜面啊 就是身后这家 其实之前我来过一次 一碗面两百多 今天我又又又飘了 孙国花三鲜面 其实来这儿的啊 很多人并不是奔着面条来的 他们是来吃青蟹 高蟹啊 本地匠叫油萌 我们来看看现在什么价格 现在多少钱一斤啊老板 现在二百多一点 二百多少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五啊 给我们挑两只下两个三鲜面 肥一点的啊 这小了小了 这小了一点啊 这只差不多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只挺肥的 可以可以 两只下两碗 这个啊 这可以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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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肥 多少钱啊 四二八 呃几碗 两个蟹多少钱 两个蟹是四百二十八 四百二十八两碗 两两个卖面啊 呃就卖面啊 好好 两两六 呃四百九十三 看一下两碗面四百九十三 看看肥不肥 肥不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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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阿姨你就是松果花 嗯 是啊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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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咸的 油萌 你们这个面馆开了多少年了 那咸的 94年开始 94年啊 算是青江最出名的了 最出名 这一家 我创始人 创始人 看一下 这边都是新鲜的小海鲜 看一下 糕多不多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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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满满的 满满的 这个油蒙面是怎么煮出来的啊 阿姨现在退居了 对 我婆婆现在七十多岁了 阿姨已经不做了 我先搬 往外 中心起锅 加小海鲜 跳跳鱼 我以为它虾的 来 来 放在这 把它挑挑鱼 把它蒙一下 挑挑鱼 煎一下 可以把它蒙 你们说这个汤 冷不虚吗 煎一下 煎一些小黄鱼 加猫蟹 好 这个不下高档是吧 嗯 才开始 连味精都没有放 哦 就放了一点点点液 再来点 这个小贝壳 再来点海虾 这个太顶了啊 哇 稍微煮一会儿 这个汤好白哦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食材 这个看着很简单啊 是的 是的 山蟹米主要是 食材好 海鲜质量好 我们家的海鲜 都是我婆婆 早晨都是她把关的 都是 我们本地的农民 港海早晨送过来的 都地地道道的 青江的海鲜 哦 海鲜质量最好 老大在亲自选 对对对对 包括油萌 包括虾 都是她自己亲自把关的 他们港海的早晨五六点送过来 我看她虽然退休了嘛 一直在店里转是吧 对对对对 没办法 因为这些海鲜 都对她亲自把关的 哦 我们现在是 呃 就打打下手 哈哈哈 哇 太期待了 最后再来点什么 再放点蘑菱 这个蘑菱 这个蘑菱是我小姑子家 她自己家养的 来了 起锅 隔着屏幕的鲜味 这个蘑菱 哇 满满一碗 满满的料 来 兄弟们 看一下 哇 这个蟹啊 黄豆要酿出来了啊 啊 太香了 再来看看这个汤 这个汤啊 就是痛风的人啊 看着看着看着都痛 我先来一口 哇 真的没有放味精啊 这个放里头都放不下了啊 还有跳跳鱼 还有小黄鱼 我先来口面啊 我除了是肥糖刺客 我也是面条刺客啊 这个面我喜欢 不是圆的那种机器面啊 它是这种 模仿手感面口感的机器面啊 哎呀 太美了 太美了啊 这一碗全是各种海鲜的精华 这种贝壳叫什么 它比花甲更鲜甜啊 比花甲更鲜甜啊 一碗面好到多少钱 200大几啊 200 240几 不到250 精华绝在汤里头 好 吃螃蟹 好久没有吃到这么肥的这种糕蟹了啊 它的糕啊 现在是硬的啊 到了时候了啊 甜湿湿的啊 新疆应该是一个小镇啊 这一条边都是卖了三千遍的啊 阿姨讲它是 哎呀 这个吊地上也得捡起来 阿姨讲它是创始人 原创啊 价格怎么说来啊 一封钱一封货啊 来看看这个 壳子里头的糕 哎呀这个蟹 董豪那人讲一下啊 他这个蟹 现在我这个能卖多少钱 净价啊 反正是我在别的饭店 几乎没有吃过这么肥的啊 满足 还有这种 小的牡蛎啊 这种也是我最喜欢吃的啊 这个 真的就跟我们家里小的时候 菜场卖的那一样追出来的 这种比大的好要好吃 太鲜了 这回吃完脚踝会不会痛啊 我正式回应一下啊 我没有痛风 但是我 我估计我料酸也不低啊 因为经常吃那些肋脏啊 肥肠啊海鲜啊 我经常会感觉 脚踝隐隐作痛 我估计也快了啊 接着